第四周 對就是之前那個 這早我問喔 我們做的材料是鷹雞還是養笈 養笈 對就是找到的都是養笈 �헷雅琴有用 鬼并或是歸白嗎 羊羁有用鬼幣或是龜白嗎? 羊羁用鬼幣 因為他們之間的隔離如果用食物的話有辦法嗎? 中間隔離我暫時都還沒找到他在講的 像我今天要報的那一篇他 像這個 這篇他也是 也是把他們的東西想去做那個 電池的那個東西 就跟老師看那邊差不多 只是他也只有說那個 就是他只有說加了一個真功成戰 也沒說中間到底要插什麼 我在猜會不會是他的那個機板 就是驚喜機板 但是他也不一定 因為他那個 雙真銅 就是他從那個 同系對結構做到做的時候 目前都是在那個 金屬基板上把它長出來 對 然後不同的那個金屬基板 就是像鷹啊或是紅銅之類 他會有那個結構會不一樣 對於狀白的那個結構會不一樣 那如果實際應用 你可能利用兩片嗎? 實際應用嗎? 目前沒有相關的實際應用 因為 這個材料 對那稍然要找一下 如果是利用 鬼幣這種材料 他們就是 用什麼把它割開的 鬼幣嗎? 對 或是石墨 OK 石墨跟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就變成 中間用石墨也可以 那就是塞那種材料 對啊 石墨或鬼幣 不然這樣子看上去 然後有點奇怪 就是中間只有隔開而已 沒有用 嗯 那我再去找一下 石墨跟石墨 石墨 就是那種材料 然後看他 就是結構 中間要塞那種材料 好 然後 Material Project上宰下來那個 我是先 宰 黎跟那的 就是跟棚合在一起的 後面 就是要塞 塞電球的時候 就是 看他再塞哪個 對 就是 黎先 我是打算前面 先放著被案 那一定會做 黎的話 如果 上次 報告那一邊 他 吸附什麼 會增加他的擴散 吸附什麼 增加擴散 之前我們是 有傳給你一天嗎 對 也是同一票 然後是上次 上次有報告過嗎 欸 有 是 一樣是 雙層棚 那一個 多品那個東西 為什麼可以讓他 五品變成 擴散更快 他 是 是這邊嗎 對 他應該不算有 多品 他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 吸附的感覺 對 他是吸附什麼 他就是 就是 鯉原子而已 對 他就是放 他這邊就是做 把那個 鯉放上去 然後看他有沒有擴散路徑 就是 這些是他那個 吸附點位 然後去 看那個 不同的路徑下 哪個 比較容易擴散 是喔 不是說放你其他的 原路吸附上 就讓你 會擴散這樣 沒有沒有 他這個裡面就只有 從本身的架構 跟那個 要吸附的 就是要擴散能力 原則 就是沒有其他東西 好 這邊是 有 有稍微提到那個 就是鯉的濃度 會影響那個 擴散 擴散的能力 對 好 那如果 我們要比他更強的話 就真的要想出 什麼方式把它隔離 全部 弄在一起喔 就是 用什麼 才要把它隔開嗎 對 應該不可能懸空的吧 懸空 破壞 如果真的實際上去做 中間一定是三個數 嗯 然後再去 看 grouping或是其他有沒有 類似 因為 這個 欸 沒有實際的那個 目前還沒有實際的那個 英勇 就是沒有真的做出來 就是幾乎都還是在DFT 而已 所以 中間的插程 目前還沒有找到 好 我再去挖一下 然後 那個 然後禮拜二老師說的那個 加正工程的 剩下兩三個而已 你就等跑完之後 整個接報去了 如果沒問題 我就拿去做那個DFT 好 對 然後 這是今天要報的 就是 他跟老師那邊一樣 一樣是 雙整鋪錫 做DFT 然後 他拿去算他的那個 儲存容量跟海流變壓 還有他的那個 擴散地雷 然後 同時也去測他那個 體積空調率 看他 適不適合拿來做電池 然後接到就 就 就探討這個材料 是不是適合 然後他 他 他 他模擬是用 VASK 然後做DFT 然後這個什麼 什麼 PB GGA 然後 跟那個 利外片一樣 他 這裡有 對 他是中間塞20i 利外片塞 塞10 18 ancho 對 然後 他 又 有 他的KMesh 是做9951 跟 4x4x1 然後 有把這個 你知道嗎 你認工程的方向 KBOT要取1嗎 對 有 那Mathiae是靠出來 可能不是1 但是要把它取1 有 我都改成1 然後這個 Supercell做2x2x2 OK 好 來 看他的結論 好 他做了 就是他拿去 跑的那個結構 然後 做之前會有優化 然後他測一下他的經格常數 是 發現是符合那個 實驗那個 那個 對 然後這是 他們找的那個C5點位 跟剛剛那邊看的差不多 然後他們就是在 這個C5點位 為技術上 去看他的 看他的那個 托三路徑 他們做了4本 然後是 發現是 從T1到T2的時候 會 那個 擴散那個 那個4 我覺得 對 然後 其他條 像T1到T3 雖然是比T1 T2高 可是還是會低於那個 單層同吸的那個 擴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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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他這個也是西負里 然後他 一樣把這個拿去和那個 商用的實物電機 比掉 發現 那個 紫是結晶的 對 之後他們是 去看他們 看 他可以吸附多少濃度的離原子 然後在 那個 他們找的那個 就是在那個 吸附能為負值跟 最高濃度的條件下 同時那個 這個結構不會變形 發現 就是最多可以吸附這顆 然後他們是用這兩個公式去順他的那個 儲存容量 還有那個 開度電壓 然後 把這個去 做那個 AIMD 500杯 然後看他的溫電器這樣 對 然後最後 就是把這個材料拿去 用做AIMD 然後 1000杯300杯 看一下他的那個 溫電器 對 好 好 那你現在就要把鋁裝到 這兩層上面 對 就是 要放多少顆 然後要很高溫 有辦法讓 那個 收容的地方都不要動嗎 然後高溫強迫讓上面的鋁去跑 移動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讓原子不要動 可以啊 就是 就是 坐標後面變000 0 0 所以我現在就是 結構 標高 然後看可以塞多少 0 對 塞進去 然後讓你自己去亂跑 好 我 應該 應該他高溫才會跑 應該是 不然你每一個都要去做NEP NEP 在超久 我先 照他這個 先 看他 可以吸多少 也可以知道 就是最高濃度 他這邊也是取最高濃度 對 然後我先照他這個 取最高濃度 然後再把濃度 減少 那我要所有的結構都做還是 因為我現在 有十 十九種 就是自己畫的那個 雙層朋友 十九種裝成喔 對 就是不同 不同 之間有柱跟那個 六角形空風的 有十九種 是需要 欸 應該說 欸 十六十 十六種 三種是單層的 那根型的線路 就是有十 十六種 很小的幾種嘛 其他都用Lagel就好啦 就是 小一隻說的嘛 小結構的嘛 對 對 小結構的 然後你把 可能要擺幾種不同的引力喔 對 我再去抓掉 就是 還是只取最高啊 就是 就是抓 最高算是 你知道不到就是說 他旁邊如果沒有其他的鋁 他的細部能 會怎麼變化 對 對 所以你就要取最高 然後多少 0.5 1分之1 然後 3分之1 那我就先去 然後就讓高文讓他run一下 好 那我們先找細部 3分之1 3分之1 就直接VCMP讓他run上長一點時間喔 長一點時間嗎 對 比如說run一千步啊 好 好 那我 再去看結果 那我就 吸附 那你先塞 就塞哪一個 你原子先 寫不夠 還是 不然現在還很痛嘛 你就趕快 丟一丟 所以現在要換一圈 但是你要 你要先 用到一半要先看動畫 看上面的鋁波 那有沒有在動 嗯 如果溫度不夠高 他只是在 經格附近震盪的話 又沒有那種擴散的行為 好 好 本次 所有讀式